同学们好 我们现在呢开始删课 今天呢我们讲第三篇的内容 金属压力加工 前面第二篇呢我们讲的是铸造 铸造啊是通过这么一种方法来加工金属的 把金属加热融化成液体 然后呢焦织到一个柱形当中 这个柱形啊可以是沙子做的沙形 也可以是陶瓷做的陶瓷壳 还可以是金属做的金属型等等 不管用什么型 它们的共同点呢都是把金属融化成液体 然后冷却凝固成固体来获得零电 我们今天讲的第三篇呢 金属压力加工呢是这样一种方法 金属呢有的时候也可以加热 但是呢它绝不加热成融化状态 只是使它软化 它依然是处在固体状态 金属在固体状态 然后我们施加一个强大的外力 强过它改变形状 这样获得零电的方法呢 我们称作金属压力加工方法 金属压力加工啊 是对金属施加一定的外力 使其产生塑性变形 获得具有一定形状 尺寸和力学性能的原材料 毛坯或者零件的生产方法 这种生产方法呢 我们称作金属的压力加工 它和铸造一样 是工程上啊 应用十分广泛的金属加工方法 我们首先看一下金属压力加工啊 它所施加的外力的种类 还有呢 它的加工对象 金属压力加工啊 施加的外力呢 按照类别呢 可以分成两类 一类呢 我们称作冲击力 它是由各种锤类设备产生的 这个我们生活中常见 拿一个锤子打击金属 那个力呢 我们称作冲击力 当然这个锤子呢 可以是手工拿起的锤头 也可以是呢 由液压驱动的 由空气驱动的各种锤 第二类外力 是净压力 净压力呢 产生的主要通过炸机 通过压力机来实现 因为呀 炸机和压力机呢 产生的力呢 它的力的变化 很小很慢 所以呢 我们称作净压力 使这个金属产生的形变呢 有的时候呢 看起来非常缓慢 接近于静止情况 所以称作净压力 外力的总类啊 我们可以把它分成这么两类 冲击力和净压力 金属压力建工 加工的对象 主要有两类 一类是钢铁材料 一类是有色金属 钢铁材料中 我们加工钢比较多 铁呢 很少用压力建工 铁呢 适合的方法 是铸造 所以钢铁材料的划分呢 也可以通过加工方法划分 适合于铸造的 我们称作生铁 或者铸铁 适合于压力加工的 我们称作钢 当然钢铁的划分呢 不是这么划分的 是根据它的含碳量 加工对象的第二类 我们称作有色金属 有色金属的 铜 铝 铭 蒙 等等 比较适合于呢 金属的压力加工 下面呢 我们讲解一下 金属压力加工的 基本方式 基本方式呢 一共有六种 第一种呢 我们称为 杂质 杂质啊 是采用金属的钉 钉呢 就是那种方块状的一个 批料 然后呢 经过杂管 把它加工成我们所需要的 钢板 生活中常常需要钢板 各种各样的形材 比方说工资钢 操钢 脚钢 各种各样的管材 各种各样的钢管 铝管 铜管 等等 都是通过呢 杂质的方式实现的 我们看 我们看 这是杂质的一个动画示意图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个有缝管的杂质过程 先用一个保板 然后通过多道杂管 把它一点一点的悬成 炸成圆形 发红的这个部分 是高频加热部分 因为到这呢 我们需要把这个缝啊 焊接起来 我们可以通过压力焊接的方式呢 把它加压 压合在一起 所以呢 要先把它加热 使它具有一定的塑性 有了很好的塑性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通过塑性面形 把这两个缝隙呢 压合在一起 我们看一下这个有缝管的杂质的动画过程 杂管呢 在旋转 第一道杂管呢 是把它压薄 第二道杂管呢 是把它两个侧面呢 向上 弯起一块 第三个杂管呢 第三对杂管啊 是把它弯曲程度呢 加大 到高频加热这 就接近于圆管了 最后一道杂管 也就是第四道杂管 是立起来摆放的 把它悬成圆管状 同时呢 还要对它施加压力 把焊缝呢 焊合 这就是啊 有缝管杂质的这么一段动画 我们再看 压力加工啊 它的第二种基本方式 挤压 咱们生活中的很多的原材料 包括产品 都是挤压成型的 你像 刚才说的钢管 钢板 各种各样的形材 除了杂质以外呢 还可以通过挤压成型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示意图 就是挤压的一个示意图 把一个直径比较大的金属配料 比较粗的金属配料 挤成一个比较细的一个金属配料 你比如说我们生活中用到的各种各样的比较细小的原杆 攀源 盖房中的那个钢筋 都是呢 挤压成型的 把一个直径比较大的钢管 钢磅 不是钢磅 钢磅 加热以后 处于塑性比较好的状态 然后呢 放在一个 筒状的挤压模具当中 磨孔呢 是用硬质合金做的 非常坚硬的一个磨孔材料 塑性比较好的金属 在一个筑材的挤压下 被迫通过一个孔径比较小的磨孔流出 这样呢 就是使这个钢磅呢 由直径比较大 变成直径比较小的一个磅材挤出了 挤压的方式呢 可以有多种多样的 我们根据配料的流出方向 和挤压注塞的方向是否一致 来区分挤压方式 如果一致 我们就称作正挤压 配料流出方向和注塞的移动方向 如果是一致的 我们就称为这种挤压方式为正挤压 如果相反 我们就称为反挤压 当然 还有既有相同又有相反的情况 我们就叫复合挤压 如果是垂直90度的方向的 我们就称作静向挤压 当然还有一种叫静液挤压方式的 它不是按照方向区分的 它是填充了液体 透过中间的液体阶质 来挤压金属培料 这种我们就叫静液挤压 就是挤压 进一步又可以分成这么多具体的工艺 下面我们通过动画的方式 给同学讲解一下 这几种挤压的方式 先看正挤压 烧红的金属配料 被一个注塞挤压 被迫通过孔镜比较好的一个磨孔 形成一个直径比较细的一个圆缸 配料的流出方向 和注塞的流出方向 是一致的 我们叫做正挤压 再看反挤压 注塞的一个方向是向右 而金属配料的流出方向 却向左 刚好相反 这种方式呢 我们就叫做反挤压 如果方向 既有相同的金属配料流出方向 又有相反的 我们就称作复合挤压 这种呢 就是复合挤压 既有相同的方向 又有相反的方向 如果是配料流出方向 和注塞移动方向 是垂直90度的 我们就称作 镜向挤压 配料流出方向 和注塞移动方向 刚好垂直90度 我们称作 镜向挤压 这是挤出的一个零件 示意图 当然呢 还有一种挤压方式 叫静液挤压 我们可以不是用注塞 直接接触挤压金属 使这个挤压金属呢 通过中间介质的油 或者水隔开 使它不和模具的模桶 和挤压注塞表面 直接接触 甚至呢 达到一定的流体 运滑状态的时候呢 这个配料啊 甚至不和这个 模口接触 这种呢 我们就叫静液挤压 我们看它的动画示意 中间介质 液体挤压这个金属 使它产生素性变形 和咱们前面讲过 那几种挤压方式相比啊 静液挤压有什么优点吗 优点很多 静液挤压啊 我们看 由于是液体施加的压力 所以呢 压力啊 各部分 等值 传递 各部分压力都相等 所以呢 施加给工件的压力啊 非常均匀 这样的话啊 工件 质量会提高的 不容易产生 裂纹 开裂 或者其他的一些缺陷 当然它也有缺点 缺点呢 是需要密封性 很好的一个模具 密封性要求很高 这是啊 挤压的这几种方式 我们再看金属压力加工的第三种典型方式 拉拔 这是拉拔的一个示意图 不是用推力使这个钢棒变细 拉拔呢 是靠牵引力 拉力 向右方向的拉力 使这个钢棒变细 因为强大的拉力啊 使这个比较粗的钢棒呢 被迫通过一个比较细的孔径 孔径呢 是固定不动的 对它实现了镜像的压力 使这个钢棒沿着直径方向缩小 沿着长度方向增加 这种方式呢 我们叫拉拔 它的加工对象呢 也是钢和有色金属 拉拔的典型产品呢 我们生活中用的很多 很熟悉 你比方说 电线 各种各样的导线 工业上用的 各种各样的线材 比如说钢 盖房子用的攀圆 螺纹钢 好多都是拉拔成型的 各种各样的薄管 细小的 薄的 铜管 铝管等等 都是拉拔成型的 还有一些特殊的形材 也可以拉拔成型 下面呢 我们看一下 拉拔的一个动画设计图 这是一个管材 拉拔 管呢 里边加了一个小形性 这样呢 就可以拉出来一个圆管 这是普通拉拔 一个磅材的拉拔 磅拉成丝 很粗的吧 在千年龄的作用下 被迫通过孔径很小的 一个磨孔 直径又大变小 形成一个丝材 后来叫线材 这是拉拔 我们再看第四种 典型的压力结合方式 自由段 把一个烧红的圆缸 放在一个平面针座上 上锤头 对它进行打击力 很大的一个压力 使它逐渐的变矮 变粗 这个工艺呢 我们叫做敦粗 它是一个典型的 自由段工艺 之所以叫自由段 是区别于 后面我们讲的磨段 前面自由两个字啊 指的是这个金属配料啊 可以沿着水平的工作台面 真面 自由的流动不受限制 如果你用模具 限制它的流动了 我们就称之 磨段 所以自由段的自由两个字啊 是这么来的 下面呢 我们看一下自由段的 基本工序 这是自由段的 敦粗工序 刚才已经看到过了 这是拔长工序 工件啊 沿着轴线方向 可以伸长 当然是人工来涨钱的 这个旋转90度啊 是人工方式拿个钳子 夹着这个烧红的圆缸 来回旋转90度 这样呢 在断垂的断打下呀 这个钢棒就能沿着轴线方向 伸长 我们再看冲孔 把一个烧红的一个圆饼 放在一个小的胎膜上 借助于胎膜的帮助呢 来冲孔 刚才看到的是单面冲孔 如果比较厚的皮料的话 我们还要进行双卖冲孔 为了能把冲头的冲子 很方便的拿出来 我们还要撒一些煤粉 煤粉燃烧啊 有助于呢 这个冲子呢 把它拿出来 这是双卖冲孔 再看弯曲 这是机械和手工的方式 相结合 用人工的方式 抡垂 把那个钢板砸弯 这是借助于胎膜的帮助 进行一个稍微复杂的弯曲 再看扭转 也是人工方式 用铁钳子夹着那个工件 一拧 90度 把它旋转起来 扭转 错移 用两个三角块状的手工工具 来帮助 把一个方轴形 一个方形的 长直的一个工件 它的轴线 进行了一个偏移 这种呢 我们叫错移 当然切断是比较简单的 用一个类似于刀的辅助工具 刀刃相当厚了 把一个烧红的方钢 把它一分为二 再看第五种方式 磨断 磨断是通过模具 来限制金属 流动 下面两个灰颜色的是模具块 红颜色的是工件 在上下模具的多次断打下 那么这个复杂形状的工件 就成型了 这是一个复杂的回转体 比自由断呢 它所能加工出的形状呢 要复杂的 多 这就是磨断 再看第六种典型的金属压力加工方式 板料冲压 如果呀 我们想在一个平板上 冲出一个圆孔来 我们可以用板料冲压工艺来实现 凸膜是一个圆处 凹膜是一个圆孔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个平面设计图 水平放着的平板 我们要冲出一个圆孔来 看一下它的动画过程 凸膜下移 凹膜的直径 要比凸膜稍微大一点 凸膜有一个很尖的韧口 所以像切东西一样 把这个金属圆片就给切下来了 这种呢 我们就叫做冲材 它是冲压工艺的一种常用工艺 关于六种基础压力加工的典型方式呢 这个同学简介完了 下面我们就讲解第三篇第一章的内容 金属塑形变形 首先看第一解 金属塑形变形的实质 金属啊 当受到外力作用的时候呢 它会产生变形 这个同学们生活中都有这个常识 金属材料在外力作用下呀 为什么会产生变形呢 主要因为呢 当外力作用到金属上的时候 外力迫使 金属内部的原子 离开原来的平衡位置 把原有的原子间距拉大 原子间距一增大以后呢 它的位能也跟着增大 当外力去除的时候呢 这个位能啊 它有像最低位能的那种趋势 发展的那种倾向 所以呢 原子又恢复了原状 这就是弹性变形产生的这么一个原因 当你这个外力继续增大的时候呢 原子啊 产生了整排整列的一个错移 它已经不能回到原来位置了 这就是缩性变形 所以金属啊 当它受到外力的时候呢 首先产生弹性变形 当外力足够大的时候呢 它就会产生素性变形 我们看一看产生弹性和素性变形的一个 金格示意图 这是组成金属的原子排列 排列成一个有规律的 一排一排一列列的金格 当那个金属受到一对减气粒作用的时候 它会发生一定的弹性变形 我们看原子呢 偏离了原来的平衡位置 但是离的还不远 它们之间的引力呢 足以把这个原子呢吸引回来 所以呢 当你去除这对外力的时候呢 它又恢复到原状 把这对减气粒如果去掉了 在吸引力的作用下 原子就回来了 向未能比较低的那个位置移动 这是在这对减气粒啊 比较小的情况下 发生的这种情况 当这对减气粒非常非常的大 超过了它的弹性极限的时候呢 就会发生另一种情况 像这种 当减气粒足够的大 使这个原子啊 整排整列的滑移 从一个位置 原来的位置在这儿 滑移到一个新的位置 滑到这儿来了 上面的上半部分的所有的原子 都发生了整排整列的滑移 当你去掉这对减气粒的时候 原子啊 只能稍稍的恢复一点 新的平衡位置 能恢复到原来的低位能位置 但是原来这个平衡位置呢 由于间距非常的远了 它已经回不来了 所以就变成了这种形式 一个原子间距 错移的距离被保留了下来 那么这个原子间距的这个移动 我们就称作塑形变形 当然 当这个外力足够大的时候呢 它已经不是一个原子间距的错移了 是多个 这些多个原子间距的累积效果 就形成了宏观上的金属塑形变形 按照这个塑形变形的理论呢 来解释塑形变形啊 跟实践测的结果呢 还发生了一点小的矛盾 因为实测的金属化异力啊 比按照这个模式 计算出的理论化异力呢 要小得多 怎么解释这种矛盾呢 这主要是由于啊 金属内部存在了大量的缺陷造成的 后面我还会详细讲到这个缺陷 我们再看一下 当剪辑力去除的时候呢 还会产生一定的弹性变形 有了塑形变形以后 去掉了这个外力 还会产生一部分弹性变形 因为这个原子是倾斜状态的 这个金额 它要摆正的时候呢 还会有一定的小的变形 这个变形呢 我们往往叫做 在工程上啊 叫做弹腐 弹腐呢 也是工程上啊 在塑形变形里面比较难解决的一个问题 尤其你像汽车覆盖架 它的弹腐问题呢 到目前为止 依然是一个很难解决的一个工程问题 下面我们看一下金属内部存在的哪些缺陷 金属内部啊 实际的金属和理想的金属呢 是有差别的 实际的金属呢 存在了大量的缺陷 点决线 线决线和面缺线 缺线呢 是由于内部的原子的丢失和移动了位置造成的 其中呢 整排整列的一串原子丢失或者错移 是非常常见的 整排 整列的原子 它的移动或者丢失 我们称作线缺陷 又叫做位错 位错呢 是金属里边大量存在的一种缺陷 正是由于位错缺陷的存在 才使金属的塑形变形力 大大降低 才造成了实现测试的力 和理论计算的力 出现了较大的差别 这个矛盾 下面我们看一下位错 怎么能够降低 硕形变形力 假如还是刚才那都是碱气力 施加在一个金属金格上 我们看实际的金属啊 是这种结构的 它是一个不完善的 不是理想化的 原子是处在一个临界状态 既靠近这个原子 又靠近这个原子 在中间这个状态 它现在呢 是处于一个未能比较高的一个状态 就好比一个皮球 放在一个小骨包上 山峰上 一阵峰就能把它挂到山谷里边 但是当你这个皮球 放在山谷里边的时候呢 你即使用脚踢 也很难踢到山峰上 这就是同样是一个皮球 但是它的未能状态不一样 高未能状态是不稳定的 而低未能状态是非常稳定的 现在这个原子呢 刚好处于高未能状态 这主要是由于 未错缺陷造成的 未错缺陷在哪呢 这儿少了一排原子 本来这儿还多出一排一列 结果没有了 这儿也少了一排原子 所以就造成了 它在这儿停的 在中间的位置 这个时候我们再施加 一堆减切列的时候呢 我们只需要把这种 高未能状态的不稳定原子 把它推到稳定的状态就可以了 一推施加减切列以后 而现在变成了一个稳定的状态 因为它离这个原子最近 相当于由山峰到了山谷了 它往这么移动的时候呢 这个原子呢 就排斥周围的原子 也向右手方向移动 一个原子加一个原子 相当于未错在移动 这样就很容易的 很方便的 把最后一个原子呢 挤到这个位置 同样是形成一个原子的 间距的移动 但是呢 由于未错的存在呀 使这个移动呢 变得非常容易了 这个变形力呢 也非常的小了 关于未错移动啊 由于未错的存在呢 降低送信变形力啊 我们的同学呢 放一个动画的一个示意 这是一个动画的示意图 那么这个未错呢 它在移动 把原子呢挤过去了 那么我们再看 仔细看一下这个未错的移动 标的提形符号呢 这是一个未错 把原子一个一个的 逐个的就挤到这个位置了 形成一个原子间距 这是生活中的一段 常识 同学们都应该知道 一个地毯 放在地面 如果我们用人去拉的话呢 摩擦力很大 拉不动 但是我们把中间 给它起一个小鼓包 我们推这个鼓包向前移动 那么这个地毯呢 就很容易的移动了一个小的距离 这个呢很形象的说明啊 位错 使这个塑形变形力降低 刚才我们说的那个 金属塑形变形啊 是指呢 单晶体的塑形变形 因为只有在一个晶人内部啊 晶格才是有规律的排列的 一排一排一列一列的 有位相的 都一致 实际的金属呢 是个多晶体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 就是一个实际的金属 它是由多个晶率组成的 多晶体 那么多晶体的塑形变形呢 和单晶体的塑形变形呢 又有区别 它可以分成两个部分 一部分呢 是单晶体的塑形变形 我们叫晶内变形 另一部分 是多晶体之间的变形 我们叫晶间变形 所以说实际金属啊 也就是多晶体的塑形变形呢 它是由两个部分的塑形变形呢 和累积起来的 一部分是晶内变形 一部分是晶间变形 晶内变形呢 主要是华仪方式 刚才已经讲过了 晶间变形呢 除了华仪以外呢 还有转动 你比方说这个晶率 施加了一定压力以后呢 到这个时候呢 它的位相 原来由数值方向的 就变成了水平方向 很显然这个晶内呢 发生了这么一个 转动 所以说实际金属的 素性变形啊 比咱们前面讲过的 单晶体呢 还要复杂 第一节的内容呢 就给同学讲解这么多 我们再讲第二节的内容 素性变形啊 对金属的组织和性能的影响 金属在外力的作用下 发生了变形以后啊 它的内部组织 也会发生变化的 体现在这么三个方面 第一个 金属扁的最大变形方向 伸长 很好理解 这个方向把金属压扁了 当然像这个方向伸长 第二个 金属与金格 金格啊 发生扭曲 不但金格本身发生扭曲 金属也发生扭曲 像你麻花劲一样 把它拧成一个劲 拧成一个旋转出一个变形 而且金属与金属之间还会产生碎金 由于强大的外力的作用 大金属有可能被压碎成小金属 这是啊 三个方面的组织变化 这三个方面的组织变化呢 会导致一种叫加工硬化的现象 也就是说这个金属啊 在没有金属压来加工之前 强度硬度是比较低的 但经过了金属压来加工以后呢 强度硬度就明显增高 这种现象我们叫加工硬化 金属 为什么会产生加工硬化呢 主要是由于这三个方面的组织改变造成的 生活中我们知道麻绳 麻呀要是不搓成绳的话 一速一速的 它的看拉强度很低 但是我们把它拧成劲 扭曲了旋转了 搓成绳 变成了麻绳以后呢 看拉强度就增加了 道理和这个是一样的 金属的金属和金属本身都扭曲了 像它拧麻绳一样 因为它们扭曲以后啊 这手面增大了 摩擦力增大了 使它们离开金属与金属相互离开的 那个摩擦力增大了 它的总和就体现到金属的看拉强度上 所以看拉强度增大 精粒产生碎精 为什么也会增大强度呢 生活常识告诉我们 假如说 两个物体摩擦 如果在这个表面撒了很多沙粒的话 当然两个物体之间的摩擦力会明显增大的 碎精呢 相当于给精粒与精粒之间增加了一个沙粒 精粒与精粒之间的继续滑动呢 它的摩擦阻力加大 这个阻力的总和就体现为金属的一个抗拉强度 所以呢 它的强度增加 所以啊 加工硬化呀 是由于呢 组织变化造成的 只要金属产生速性变形 就会产生加工硬化现象 人们通过实验 验证了加工硬化现象 这是一个实验测试的结果 低碳钢 经过速性变形的实验 测试 它的强硬度值 横坐标代表变形程度 正坐标呢 代表强度和速性指标 我们看 它的不适应度 是曲线上升的 强度极限 也是曲线上升的 没有产生速性变形的 强度 才不到200 180左右 产生了100% 速线变形的强度 已经增加到 300 增加幅度是非常显著的 它的速性指标 却是下降的 延伸率 曲线下降非常明显 充进性 曲线下降非常明显 所以加工硬化现象 不但有有力的一面 使强度的增加 还有有害的一面 使速性性降低 生活中啊 有很多产品呢 是利用加工硬化现象 制造的 你比如说我们常用到 洗脸盘 金属造的 表大 钢笔的笔杆 等等 在冲压之前 这些金属板呢 比较柔软 冲压以后 就变成我们看到的 那个产品了 非常坚硬 金属的加工硬化呀 不是不可以消除的 如果把它加热的话 就能够消除硬化 稍稍加热 加热到恢复温度 可以部分的消除硬化效果 恢复温度是多少呢 不同的金属不一样 与它的溶点有关 如果加热到这种金属的 0.25到0.3倍的溶点温度 就达到了它的恢复温度 硬化呀 就开始局部消除 如果加热的温度更高一些 加热到再结晶温度的时候 加工硬化现象会完全消除 再结晶温度啊 等于这种金属材料的 0.4倍的溶点温度 我们这里的温度值呢 都表示的是 开启温度 而不是设施温度 同学们在进行计算的时候呢 一定要有注意 这个公式呢 邀请同学要把它记下来 再结晶温度啊 等于0.4倍的溶点温度 我们再看一下 冷变形和热变形的概念 如果呀 金属在再结晶温度以下 发生素性变形 我们就称这种变形呢 为冷变形 如果这种金属在再结晶温度以上 进行素性变形 我们就称这种变形为热变形 所以呀 可以根据再结晶温度啊 区分金属的冷热变形 这个冷热变形呢 不是绝对的温度的冷和热 而是呢 看它是否 在再结晶温度以上 还是以下 这个相对的温度 有的金属呢 即使在1000度的高温 它也是冷变形 你比方说乌 有的金属呢 即使在常温下20度 发生变形 素性变形 它也是热变形 你比方说天 所以呢 这是个相对温度概念 不是绝对的冷和热 冷变形的金属啊 一般没有再结晶现象 但是有加工硬化现象 而热变形的金属呢 有再结晶现象 但是没有加工硬化现象 所以呢 要注意区分冷热的变形 我们下面给同学讲一道例题 我们看一下 金属的钳加20度 污在1100度的时候 各发生什么样的变形 为什么 首先看钳 钳加20度的时候 我们换算成绝对温度 是293K 那么钳的再结晶温度是多少呢 钳的溶点是已知的 327摄氏度 等于600K 它的再结晶温度乘0.4呢 就变成240K 由于变形时候的温度 293K 大于240K 所以呢 钳为热变形 再看污 污的溶点呢 是3380摄氏度 转变成绝对温度呢 是3653K 所以它的再结晶温度可求 乘上0.4以后呢 变成了1461.2K 而我们现在的变形温度呢 是1140度 也就是1373K 它小于再结晶温度 所以呢 钳在1100度的时候呢 依然是冷变形 这就说明了 这个冷热变形的区分呢 是靠着相对温度来区分的 而不是绝对温度 下面我们再看一下 断电质量 优于助战的原因 锻造啊 是在高温下进行的 一般是800到1200度温度范围 比方说钢的锻造 那么它呢 这个温度啊 已经超过了钢的再几斤温度 所以锻造呢 不能使金属产生加工硬化 但是锻造为什么还优于助战呢 主要是因为这么三个原因 因为呢 它虽然不能产生硬化呀 但是它却能产生再结晶 再结晶呢 往往使精力能得到细化 精力越细小 金属的力学性能越好 这是一个原因 另外一个原因呢 锻造过程中啊 消除了铸造的缺陷 使它更加致密 里边的塑孔 塑松 在反复锻造的过程当中啊 相当于我们生活中的揉面 把那个面呢 揉均匀了 缺陷呢 逐渐的就揉霉了 所以工作上啊 也有个术语叫揉断 有的价呢 叫揉断价 在揉断的过程当中 铸造缺陷逐渐消除 所以它是良好 第三个方面的原因 它形成明显的纤维组织 在锻造的过程中啊 还会明显的纤维组织 纤维组织呢 如果我们顺着纤维组织 施加拉力的话 它的看辣强度会明显增加的 由于这么三个方面的原因呢 断价虽然没有加工硬化现象 但是它的力量性能呢 也优于助教 我们看一下 这几个示意图啊 是锻造的零件呢 它的纤维组织形成 杂质的板材 形成这么 起平方向的纤维组织 挤压或者杂质的 圆缸 会形成这种 沿着轴线方向的纤维组织 铸造的零件 没有纤维组织 我们在加工的时候呢 要充分考虑纤维组织 才能充分发挥这个零件的优势 你比方说 我们要切削加工的时候呢 就把这个纤维组织会切断的 这是一个不好的加工方式 但是如果我们用 素性面形的挤压方式 把它压斑 那么这个纤维组织呢 不被切断 只是弯曲 这种加工 价的质量呢 要优于上面这个价 这个呢 是拿一个圆缸 来加工螺钉 如果用车床车穴落纹的话 会切断纤维组织的话 如果我们用挤压方式 挤压螺钉的话 纤维组织呢 只会改变方向 不会断 所以呢 这个价的力学性能 要优于这个价 这是一个铸造毛皮 如果我们不经过锻造 就加工成齿轮 那么没有纤维组织 它的力学性能很差 如果我们用 蹲出的方式 把它蹲成一个圆饼 它会形成 沿着半径方向 辐射状的纤维组织 用这个锻造圆饼 再加工齿轮 它所受到的压力 刚好垂直于纤维组织 垂直于纤维组织方向 受到压力的情况下 会增加 纤维组织啊 会大大增加 它的抗压强度 所以啊 有了纤维组织 这个毛培啊 它的质量 力学性能 要优于没有纤维组织的 铸造毛培的质量 这是几个 有纤维组织的零件的例子 我们下面给同学 放一段动画示意 为什么会产生纤维组织 技术里边的非技术杂质啊 会在炸管的作用下呢 沿着它的最大变形方向伸长 这就形成了 我们所谓的纤维组织 这个纤维组织呢 和木材纤维组织呢 非常相像 这是一个木材纤维组织 它沿着纤维组织方向啊 抗拉强度明显增加 但是催着于纤维组织方向 它的抗拉强度就会明显的降低 抗压强度明显增加 所以呢 纤维组织啊 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呢 一定要注意它的方向 这是一个掉沟 挤压成型的掉沟 它会形成明显的纤维组织 而用一个杂质的钢板 经过洗血成型的掉沟呢 纤维组织会被切断 所以左手的掉沟质量 优于右手 这是加工齿轮的一个过程 这是洗血齿轮 齿轮啊 都是一个一个的洗血出来的 如果我们用铸造毛培 没有纤维组织来洗血齿轮 力学性能会不好 但是我们用锻造毛培 锻成圆柄以后 再洗血齿轮 它的质量就会很好 因为有半径方向的纤维组织 这是最好的一种方式 冷闸齿轮 沿着它的方向挤压 而不切血金属 那么它的纤维组织呢 会非常合理 会沿着这个齿形的外表面 弯曲 这种纤维组织是最理想的 下面我们看一下纤维组织的特点 纤维组织啊 有这么三个方向的 三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个 它呢是金属啊 产生方向性 顺着纤维组织的方向 抗拉强度明显增大 而催距纤维组织的方向呢 只是抗压强度增大 抗拉强度会降低的 第二个特点 变形程度越大 纤维组织越明显 第三个特点 纤维组织呢 只能靠断压方式改变 也就是压力降低方式改变 不能靠热处理方式改变 下面我们讲解一下 第三节的内容 金属的可断性 金属啊 不同的金属材料呢 可断性是不一样的 可断性的衡量指标 主要有两个 一个是金属的塑性 一个是变形抗力 如果一种金属材料 它的塑性非常好 同时变形抗力又很小的话 我们称这种金属材料的可断性好 反过来就称为可断性差 所以可断性啊 从这么两个方面 两个指标来评价 下面我们看一下呀 影响金属可断性的因素有哪些 第一个因素 是金属本身的性质的影响 主要取决于金属的化学成分 纯金属的可能性 一般优于合金 这是化学成分影响的一个方面 另外一个影响 金属内部组织的影响 纯金属和工容体 一般都要优于合金 它的可断性 甚至比化合物要好 组织不同 金属的可断性也不一样 所以啊 金属 不但它的化学成分 对可断性有影响 它的内部组织也有影响 金属本身的影响啊 是它的内因 它的外因呢 也有很大的作用 你比方说加工条件 就是影响金属可断性的外因 加工条件呢 又分几个方面来影响 首先我们看变形温度的影响 一般情况下呀 变形温度越高 金属的可断性越好 因为呀 温度越高 金属的塑性越好 同时变形抗力会降低的 所以呢 两个指标都好 金属的可断性就好了 但金属的加热温度啊 不能过高 不能一味的增高温度 因为温度如果过高的话啊 还会使这个金属产生一些缺陷 你比方说过氧缺陷 金属表皮啊 氧化的过分严重了 里面的碳呢 比方说 或者是基础的铁呢 都发生了氧化反应 生成了氧化三铁的氧化皮 表层的铁呢 含量减少了 这就会造成一种缺陷 过热缺陷 金属啊 在高温度时间呢 一长 它就长大 金属过分粗大 我们成为过热缺陷 力学性能会降低的 过烧缺陷 里边的非金属杂质 提前达到了溶点 还没等到 钢的溶点温度的时候呢 它就局部先融化了 这叫过烧缺陷 脱碳缺陷也会产生 温度越高 氧气 跟表层的碳 化学反应越剧烈 那么表层金属的含量量 就会降低 影响这个金属制品的 力学性能 这些啊 都是温度过高 造成的一些缺陷 所以说 虽然温度越高 金属的可能性越好 但是呢 我们的温度呢 不能过高 一定要失踪 第二个影响因素 加工条件的影响因素 是变形速度的影响 变形速度的影响啊 比温度要复杂 因为速度啊 影响是双重的 当金属塑形变形速度增大的时候 一方面 单位时间内的变形程度增加 所以 硬化效果 增强 硬化效果呢 就会带来变形抗力的增大 所以它可能性变差 但是 变形速度增大的同时呢 金属单位时间内的体积改变 越大 外力 外部的功 对金属内部施加的那个 热量越多 所以使得它的热效应越强 热效应越强呢 金属变形抗力越小 所以变形速度增大啊 既有有力的影响 也有有弊的影响 这是一个双重影响的曲线示意图 当小于临界速度A的时候 变形速度越大 变形抗力越大 速性指标越差 当大于临界速度的时候 变形速度越大 变形抗力越低 同时速线指标越好 所以变形速度的影响啊 我们应该这么来描述 当小于临界变形速度的时候呢 变形速度越大 金属的可能性越好 当大于这个临界速度的时候呢 变形速度越大 金属的可能性越差 一与也越好 两极越好 只有中速的时候呢 是最差的 所以说 变形速度对 可断性的影响啊 是或者高速 或者低速 千万不能中速 高速的时候可能性好 低速的时候可能性也好 我们看第三个影响因素 硬力状态的影响 硬力状态呀 是指呢 金属在塑形变形的时候呢 如果里边 砍出一个小带阴体的话 我们看它受到的 压阴力作用的数目 有多少 我们叫硬力状态 我们现在 这个是挤压的工艺 在挤压工艺的时候呢 里边的小带阴体压 是受到三项压阴力作用的 所以我们把它的压阴力数目 称作三 而拉拔的时候 它这个方向受拉力 只有这两个方向受压力 所以呢 它的压阴力数目是二 压阴力数目越多 金属的塑形越好 所以呢 挤压这种工艺 它有利于金属的可断性 金属灵量质量会更好 拉拔呢 由于它的拉拔的数目减少了 所以它的塑形就变差了 这一章啊 这个同学讲这么多内容 下面我们布置 几道福西思考题 第一个 纤维组织是怎么形成的 它的存在有利还是有弊 第二道题 什么是塑形变形 塑形变形的实质是什么 第三道题 如何提高金属的塑形 提高金属最常用的测试是什么 好了 今天的课呢 就讲到这儿 同学们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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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